我要跟大家道歉我做了不好的動作 在馬路上丟飲料 導致現在大家對我非常憤怒 对不起 我知道自己有错 但是我还是想要发文 就是因为我以为大家会看前因后果 而不是只看果 我只是po文想要店家也给我一个道歉 因为他确实就是误会我 加上对我而言就是栽账 譬如说我的行李箱我没有偷东西 然后他又硬要把东西塞给我 我的行李箱他并没有检查过 也没有看过里面的内容 但他的po文跟发言都是直接 说我的行李箱里面就是新鞋跟 什么一堆高跟鞋 他没有证实过啊 为什么会 为什么可以讲了这句话之后 然后大家都认同 因为我是完美 所以我的行李箱一定都是业配的东西 我当下并没有说我的鞋子是实的 我只有说我穿这双鞋不舒服 我要换鞋 对 我说我不会拍照 我 我只是想换鞋子换舒服的鞋子 当天原本真的是因为天气好 所以我要出门 但是一点多的时候有下过一场大雨 两点半到三点半之间 因为我正在工作 所以我真的就是有遇到那一场 一阵的小 就是就那么一阵 胖的一下然后就没了 大家没淋到这个雨 不代表就没雨啊 我愿意被大家公审公判 然后跟大家认错道歉 那我也希望做错事 同样有做错事情的店长 他也道歉 然后也跟我认错 他误会我这件事情 而不是这件事情 这文章一出来 然后大家骂我 可是店长的行为都变成了一个 很棒 很厉害 很霸气十足的行为 这不对吧 如果我今天我是一个普通的消费者 我在店家受到这种待遇 我没有用餐 然后我没有 店家也还没制作餐点 我想要取消离开 店家不给离开 挡住门说 就是你进来就一定要消费 这不是黑店吗 如果我今天是一般的消费者 大家会说他是黑店吧 只因为我是王美 变成我嚣张 我今天要嚣张把白幕点了餐之后 不付钱 他怎么样不让你提他 他先是在 因为他就是两个小 感觉上是两个小空间 然后我是在里面那个空间 所以他先挡住里面那个空间的门 可能就是这样你要付钱这样 说口头气味已经成立了 他已经骂我羞辱我了之后 然后他跟我说 你一定要买单啊 你不买单我就报警 对我当下就是被这样对待 所以我被迫买了那杯饮料之后 我真的是很生气做了这个动作 但是我也没办法把这饮料砸他 或是砸那个电宝 我就是生气 啪这样子 我是真的很生气 使用轻盖老公 你现在还去闭了 cando你 太郑斗